我的第二个人选 因为大家都选西区的 那我第一个人选 我就选一个东区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的球员 他叫做 真相越编越名道理 越说越轻 欢迎来到台湾TNT 今天我们是四个人的组合 我们请到小宝车 请到KC 请到JD 布兰 以及在下小弟 我 新赛季要开打 我现在来的一些题目 都是为了新赛季而做准备 今天要不要讨论的是 哪一名球员在新赛季 有机会入选生涯的 第一次全明星 那这边要补充一下 因为想要提供 更多的小法跟意见 所以一个人两个名单 好了 KC第一棒来 我的第一个人选 是Victor Wenbanyama NBA一直在找 新世代的接班人 自Ben Simmons Zion Williamson John Moran Lamel Ball Anthony Edwards Ben Carroll等 而我认为 看到目前为止 最适合担当联盟招牌的 就是Wenby了 全明星赛看人气 Wenby独特的身材和打法 在目前的联盟 算是独树一次了 那斑马的能力 无用之一嘛 防守已经是 DPOI的强力候选者 进攻 今年有控球之神 CP3的加持 能预期他的 数据还有技能 都在常人之中 名列前茅 只要能够保持健康 不管是人气还是实力 我认为Wenby 都能挤下去 连大部分的名单 甚至今年我觉得 对他的要求 不只是全明星赛 而是联盟前三队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 那这边我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你讲到 这个斑马的数据 上个赛季 各位观众 他是21分13班 三助攻 三火锅 一抄球 三个火锅 各位观众 所以刚刚我提到 他新赛季 是DPOI的热门人选 另外他目前也是 最大进步奖的热门人选 这边我再补充一个数字 他刚刚我提到 这个Chris Paul Chris Paul加入 我个人认为 他可以帮助 斑马的数据 至少进步到 24分到25分 实际上你只要 可以进步到24分左右 基本上你就是 联盟得一线球星 我们先讲的是进攻端 斑马最大优势 是实在防守端 所以他的个人数据 我觉得在新赛季 真的是可以期待的 如果马仕的战绩 可以来到五层左右 他真的有机会可以直接入选到 年度前三 所以全面新赛的部分 我个人也是蛮看好的 另外要补充一个 小小的资讯 快艇队的Paul 他常年也是 全面新赛的基本班底之一 他目前转战东区 所以等于是 西区的前场 控一个格子出来 这个部分是有助于 斑马入选全面新赛 真的非常有机会 接着我们请小跑车 你刚才是举圈 小跑车补充一下斑马的部分 我这边斑马的部分 也是针对三个火锅 非常的诱人 我也觉得 可以带动联盟整体的观赏性 实质上也是帮助马赤 有更好的发展 这几个点都可以让他 慢慢的变成一线球星 有这种媲美 DPOI的气势 不是再被 陆地狗贝尔压下去 已经变成 马赤的头号球星 成为全明星 就是早晚的事 最快我觉得下个赛季 很有机会 他的个人数据 还有明星特质 这个真的是无用之一 刚刚KZ有提到联盟在找新的门面 斑马真的是符合这个特质 Dramoran或者是陆卡当机曲也是 可是我觉得近几年 如果你要造神的话 斑马会是另外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他的打法真的是独树一个 大概是这样 刚打差的杰利布莱恩来讲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斑马不会入选 杰利布莱恩来 我有几个原因觉得斑马不会入选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还是不判好马赤今年有机会 竟负加赛 他在战机的这个部分 我个人觉得因为C7实在太竞争了 所以他在战机的部分没办法给他加分 所以如果他要用在尾段班的战机 去入选明星赛的话 他的数据要超级突出 甚至是一个人可以扛起整个球队的那种表现 他才有机会进明星赛 那因为现在明星赛不是只有球迷票选 会有更多的专业的判断在里面 不是他相对特色比较突出 就容易被票选进去 那我相信他的数据 在Crush Pro的带领下应该会有所提升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大家把马赤的阵容摊开来看 说实在的 真的没有另外一个球星 所以我觉得所有球队遇到他一定会重兵看防他 不会让他那么轻松的拿分数 虽然说有Crush Pro去控球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会受到重兵的看防 而且今年大家已经每一场都被他打三个火锅 我觉得有脑的都不会再冲进去喂他吃火锅 所以我觉得他的数据应该会慢慢做一些调整 因为他是第一年打NBA 大家第一年遇到这种巨人 两面会有一些不知道怎么应对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赛季 你说把马他的数据会有剧烈的提升 我个人是不这样觉得 因为毕竟马赤现在的阵容没办法去包裹他 所以让他的数据你说要急剧的上升 我觉得很难 那以目前的数据 然后配上马赤可能进不了季后赛的战机 我觉得他入选明星赛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我才会聚查 今天我稍微简单补充一下 因为他讲到这个火锅 对手球队的球员会撞到禁区 然后让斑马三火锅 这是不对的 因为他连在三分线他都可以三 我这名球员真的有够烦 然后如果你看过金银快打马赤对你就知道 悠吉前几次被他扒火锅 后来就直接拉高幅度了 不想跟你搞了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他的协防能力 跟盖火锅能力真的是无用之一 这是他的优势 他身高高手臂长 另外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 他的数据会大幅度的成长吗 我觉得也不会 长均1.6超级 然后三次火锅 你要再加速再进步 一个火锅吗我不相信 可是QuizPort去带他 我觉得长均的得分应该会上升 可是你说要上升很多吗 我也不觉得 24-25分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另外这个杰利布兰 他刚刚讲得非常好 就是目前不只是球迷投票 球迷投票只可以选先发 换句话讲 如果你球迷投票 如果先发他没有上的话 那他有可能会连明星赛都打不了 因为球迷投票是50% 另外25-25是球远投票跟媒体投票 所以实际上如果 一名球远之后球迷贯票 他不见得会有全面星赛 这是真的 另外补充一个资讯 因为我自己也是投班 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人讲战机 老实讲战机不是全面星赛最重要的事情 战机是年度前三队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不是全面星赛 我随便举个例子 上个杀利老人队战机36胜46费 有没有5成 没有 比5成差5场 崔洋有没有全面星赛 有 可是崔洋的25分加14助攻 战机只有36胜 他可以入选年度前三队吗 我觉得不会 这样综合的看起来我觉得 班马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才会举券 好 所以我们现在班马是3比1嘛 那老实讲3比1要入选 应该是机会就很大了 好吧 大概是这样 好了 KC你的第二个人选给我来 那我的第二个人选是 Chad Holmgren 刚才Johnny哥提到战绩的部分 那雷霆队最不缺的就是战绩了 那我认为Chad Holmgren 其实有很多数据 无法体现的价值 虽然明星赛大家都在讲 谁的数据比较好 但我认为Chad的价值是对雷霆战绩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Holmgren对比同为常人的童年选秀状元 Bankaro 和后一年的状元 Victorian Bayama 不管是数据还是人气 都不胜理想 说实话 但我认为他的实力已经达到 入选明星赛的门槛 相比去年入选明星赛的Towns还有PG 那雷霆除了SGA是明显的一格 其实几乎没有二三当家之分 年轻的J-Dub还有Chad Holmgren 都在自己的定位上为团队做了很多事 那Holmgren除了传统常人的护框防守 也有高位侧应 掩护助攻 外线投射等等能做的技能 那从后卫 前锋 内线中自由切换定位 我觉得Holmgren的打法 才是对现代常人的定位 最好的诠释 因此我认为 我需要把他投进明星赛 因为我觉得他代表了 联盟未来常人的草论 简单讲就是他的打法 目前是所有中锋的一个典范 除非你的助攻能力 可以像Yuki去这样 不然如果你要摆搭 不管是六马队的Mouse Turner 或者是雷霆队的Chad 都是非常好的人选 大概是这样 我们请这个杰蒂布兰来聊一下 这个Chad的部分 Chad的部分 为什么我这个会举圈 然后Wenban Yama会举插 我知道江里哥刚刚有讲战机 我还是觉得战机 会是影响到我 会不会选明星赛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雷霆如果没有伤兵问题 明年他们应该还是西区第一 西区第一不可能只入选SGA 至少会入选两位球员 我觉得在球场上影响力 攻防两端最重要的主轴 就是Chad Honggren 当然攻击方会有SGA去扛住 但是他也可以适应搭配SGA的时候 他可以投射 然后他也可以做一些持球攻击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虽然说他跟Wenby看起来 两个差的有点多 因为Wenby他的出手次数比较多 那Chad他需要在比较少的出手次数下 达到一样的效率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做到 因为他的命中率其实相对是稳定的 然后他可以把他的得分效率值 拉到最高 然后外加战机的辅佐 外加雷霆真的非常需要 靠他的防守端 所以我觉得攻防两端 看起来的话 我觉得明年他应该是有机会 可以进明星赛的 这边我稍微简单补充两个点 一个有讲到人气的部分 实际上上个赛季的全民新赛 球迷票数的部分 斑马跟Chad这两名全都排在西区 前场的前10名 Chad的球迷票数大概是53万 斑马是80几万 那我个人预测新赛季斑马的票数 应该会直线往上拉 所以你要讲人气 我觉得绝对是斑马大于Chad 另外你们都一直在提防守端胎的贡献 实际上不管是从防守效率 或者是防守生地贡献之 甚至是火锅数 Chad都是联盟的前10名 所以他的防守能力真的是没有问题 只是说他的highlight 不会有斑马这么多 那如果你要讲战机 我觉得他是非常加分的 当然是这样 接着我们请这个唯一反对的小跑车来 就是在想什么 来小跑车来 好我这边要先说一下 我蛮喜欢Chad的 从上一次我选Cover 你不要后面再补这个 你就是出来不会入选 新冠枪王 就是不会入选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那第一个就是 首先雷霆已经有SGA入选了 那第二个是这个中锋的位置有点尴尬 那我们先来讲第一点 这个雷霆已经有SGA入选了 我个人还是秉持着联盟是一个商业的联盟 除非他的战机真的一飞冲天 就是冲到联盟不得不要把他捧起来 这个要同时有两个人入选 我觉得机会没有很高 因为这几年看起来联盟对于雷霆的关爱就是没那么高 那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中锋的位置上 近五年内明星赛入选 每一年最多只会有两位新中锋入选 那甚至有两季都是没有中锋入选 那如果说真的要选一位新的中锋入选的话 火箭的选棍甚至比较有机会 而且火箭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入选了 如果真的要让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 可以让票房拉起来的机会 以中锋来说 选棍会比Chad更有看头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他认为除了斑马之外 如果你要再选一个中锋下去的话 他会把这一票投给选棍 而不是Chad就对了 我意思是带来是这样 对没有错 那我这边稍微简单补充一下 我觉得他会入选的原因是这样 就是战机如果可以冲到西区的第一 我觉得两名拳入选是合理的 那考虑到他在攻守两端的影响力 不可否认 如果你要抓雷霆队 场均得分比较高的拳 他有位置在 可是如果你要讲他攻守两端的影响力 我觉得Chad的作用可能会大于1分10 那上个赛季他的个人数据 其实不算特别漂亮16分 那新赛季我在抓应该可以进步到18-19分 那如果他的防守端 一样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不管是防守效率或者是斜防 甚至是盖火锅 我都觉得他应该是有机会 但小跑车其实补得非常好 因为西区人才积极 也许目前没有在分什么中锋 前锋 后卫 也许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可是目前西区的前友人真的蛮多的 我随便跟大家举个例子 西区你现在抓前场 前场就要 AD、KD、Debron James、Yokic 健康的可爱要不要 五个人 斑马六个人 胖虎 Saponis 你说如果每支球队要平均的话 像联盟他商业联盟 他希望每支球队都有一个全明星 那选棍要不要 很多 西区上非常多人 所以这样看起来也许是他的一个小小的影响 可是我是支持他入学 我也看好他会入选 因为战绩如果第一 老实讲你只有一个人入选我觉得有点牵强 我觉得两个入选是比较合理 但也不会三个 所以我们在绿山军基本上就是保底两个 很难有三个 大概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请到杰利布莱恩 因为我的人选也是斑马跟Chart 那你斑马是反对吗 所以表示你还有一个人选对不对 请告诉我们你的第二个人选是谁来 我的第二个人选 因为大家都选西区的嘛 那我第二个人选我就选一个东区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的球员 他叫做活塞队的Kate Cunningham 还好还有两个人支持我 谢谢 第一个我要讲 Kate Cunningham有看他打比赛就知道 其实他的影响力真的是很明显 但是我只能说他的队友 就是有点容易受伤 或者是不够给力 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助攻这种数据 一定要队友把球投进去才会有助攻 所以他的助攻数据一直上不来 我觉得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队友没法把他的控档把握住 所以他的助攻数据一直拉不上来 所以他的助攻数据的话 去年的赛季是绞出了7.5次 虽然说还是逐年上涨 但是以一个持球大合的控球来说 这个数据确实是不及格 我就觉得他的队友的部分 也是占了一些成分在上面 那大家一直诟病他的投射能力 还有他的投射稳定度 但是其实他的投射稳定度 到去年的三分球已经达到3成5 所以我觉得他的提升自己的部分 是有持续往上的 那他防守的部分 其实就是以一个后场1号来说 他的身材就是绝对优势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明星赛 在东区部分的话 我是觉得他是有机会 入选明星赛的 因为东区今年的后卫 相对的竞争度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这么高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机会 可以入选明星赛的 那我这边稍微简单补充一下 我举圈的是他是一个人选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很难入选 简单的讲就是 你的战绩不能太差 活在上个赛季10几升 但你新赛季 你至少要进步到胜率4成到5成 我觉得才有机会 然后再来刚刚杰蒂布兰讲的 其实蛮好的 就是队友的问题 那我这边补充一句 是队友的问题还是总教练 不晓得 这个再看新赛季 因为这个问题问时去带 老师讲带的不算好 轮外一直改 这个也是新赛季要看的 那推康年 他的个人数据老师讲是够漂亮 上个赛季是22加7 那新赛季活在也补了一些老将 包括Harris 小哈等等等 那如果他的助攻数 可以让他刷起来 进步到8助攻 9助攻 你说他一定不会入选 我觉得不一定 他的能力没有问题 那他的外星也在进步 那现在阻挡他入选全民心赛的 不是个人数据 是战绩 战绩不是全民心赛唯一的考量 可是你真的不能太差 大概是这样 来小宝车 你的第二个人选给我来 那我这边第二个人选 是我们地主队的苦民嘎 对 来自勇士的苦民嘎 那这个主要有两个因素 OK 虽然有两个差 但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第一个因素是地主的人气 那第二个是观赏性 那我们先看看地主的人气跟优势 因为2025明星赛在勇士组场举办 所以先不论勇士的战绩会变得怎么样 既然是地主队的话 那他会有很大的人气跟优势 可以让他入选 那第二个是观赏性 这个苦民嘎打球 虽然大家常会批评他有点笨这样 但是事实就证明他很多灌篮 那尤其是上季他有出手 18.2%是灌篮 那整季成功灌季呢 有138次 那平均每一场都快要进了两颗 光芳芭的这个highlight 光是灌篮就已经超过20分钟了 我觉得明星赛也是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商业的部分 他还是要好看 那只要你有这个好看的话 他的优势又再大一点 那不管是勇士地主的支持 还是各队会觉得说 这个人我不认识 但我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我觉得都是帮苦民嘎 有很大的加分 其实我们请这个KC他挑战 上一次有地缘因素入选的 那个人叫爵士的Laurie Markham 至少他真的很有数据 而且他的打法也真的 称得上是明星 勇士能称得上明星的 现在只有Curry一个人 也真的只有Curry一个人 而且你刚才说的观赏性 我不选Sanway 对吧 结束 我只是对于地主这个部分 我觉得同样要选Zayan跟Kuminka 你就是要找一个 会比较让这个更多观众可以进场 那第二个就是关于入选这个 我刚好看到的 也有看到Markham 但我比较强调的是2022年那一次 克里弗兰有两个入选 就是Garlene跟Alan 那这一次就是入选两个 那我们还要再加入一些可能 搞不好下一季有很多人受伤啊 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没办法出赛 确实Kuminka如果在这两个加乘之下 说不定也不是只有他入选啊 Zayan一起入选 或是Zayan就是让他入选的那一个 好简单来讲就是说 KC的论点比较简单啊 如果你现在讲观赏性 那胖虎去参加全民竞赛 我相信观赏性会更高啊 你要比冠篮 联盟中很少说要跟胖虎比的啊 我这边稍微讲一下 Kuminka是一个人选啊 但是我觉得他不会进啊 因为勇士的战机 我不觉得足以撑起两个球员入选 因为KURI就是保证名额的嘛 大概是这样 再就是Kuminka的个人数据 会进步到25分以上吗 我觉得也很难啦 那如果今天勇士队他是主办单位 假设我球队没有KURI 然后KURI的个人数据是25分 那我相信他就会保送 可是目前勇士就是KURI的球队 所以我是觉得不会 我补充一句话就好了 大家都说观赏性 那我们为什么不要去参加灌篮大赛就好了 好 那这边我稍微简单补充一下 刚刚小宝车提到的选棍 我跟大家聊一下我的想法 因为他其实选棍 上个赛季在球迷票数是 西区前场的第五名 球迷票数是180万票 仅次于LeBron James Jokic KD跟AD 所以他其实是很多人关心跟关注的球员 实际上我们这几个应该都蛮喜欢他的 他有小Yokic跟小Sabonis之称 打法非常的类似 我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他不会入选 火箭的战胜机 我不觉得会直接前八前九 简单讲战绩不会加分 第一个我觉得选棍的个人数据 不会更漂亮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 上个赛季火箭队战绩打最好的时候 是没有他的时候 另外火箭队目前是没有优质射手 Yokic跟Sabonis 他们都有很好的射手在搭配他们 火箭队目前没有 选棍跟Sabonis一样 他没有中长距离的投射能力 所以你说他个人数据还会再往上跑吗 我觉得不会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不管是从个人数据的角度切入 或者是球队战机的角度切入 我都不觉得选棍会入选 还有各位观众你要知道 要比数据Sabonis一定比他更漂亮 可是上个赛季Sabonis没有选全面新赛 那国王的战机新赛季会比火箭差吗 我也不觉得 那反过来讲 如果你要先选一个中攻下去 那应该是Sabonis要先去 Sabonis的防守跟高位成能力 绝对比选棍好 所以我觉得选棍他是一个好的人选 但是我觉得在唏嘘前上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并不会 好以上就是各自各自的名单 以及选棍的部分 最后开放一个名额 就是你私心希望哪一名 没有入选过全面新赛的 球员可以入选全面新赛 我先讲绿山军的小白 我希望各位球迷跟媒体 可以多关注一些绿叶球员 Case来 那我的人选其实是尼克的Josh Hart 去年季后赛他真的很拼命 我觉得值得一些尊重和肯定 好来小宝子来 我的人选是选棍 对也是基于这个票房 火箭很多年没有人入选 还有这个像小Yokic跟Sabonis的表现 杰丁布兰的人选是谁来 我也是选棍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选棍 但期待他有机会可以入选 OK 那选棍这边两票 那希望他加油 还年轻 那火箭赶快帮他找一个射手 如果再帮他找个射手 他的个人数据一定会更进步 特别是组织的部分 好 以上就是我们四位队新赛季哪一名球员 有机会入选 剩下第一次全民新赛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观众朋友也记得留言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你的高见 你们的想法 超跑车讲说 全民新赛有冠军才好看吗 老实讲现在全民新赛真的不好看 好不好 大概是这样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